体会一下你的 比如说 就你们当守门员 会老被踢到鼻子吗 会啊 我脸上有被踢到过 红了十针 这儿红了四针 然后耳朵红了六针 对啊 被我们球员的鞋钉刮的 然后呢 鼻子是撞在那个 那个门柱上面 这儿就是扁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啦 我觉得脸上有点疤也挺好的 这是什么 我的足球在我身上 留下的好处 比赛现在正式开始了 跑球赵丽娜稳稳地摘下 非常漂亮 这一季场比赛都是作为手 花球扑出 漂亮 赵丽娜的站位非常地准确 比赛开始到现在 不管在摘高球 还是面对对方的射门 赵丽娜的表现都是很稳健的 赵丽娜是把球的扑速控制 又一次找球 今年与超联赛的最佳门将 我给大家一个对比啊 我们国内的女足的联赛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面可能现场一场比赛可能也就二三十个人 这么少 都是亲友团 我们的比赛是不卖票的 都是赠票 难怪你找不着踢足球的那种被看到的感觉 是 其实我以前我没有那种争强好胜 我想要当一号门将那种欲望 但是就从那一天开始 就那一场比赛 开始我就说我不行 我一定要现场的观众只为我欢呼 我说我要成为那个身穿五星红旗 为我们国家队守门的那个主力门将 我就说我想被更多的人看见 然后那个时候是一五年 我是三号门将 后来我一六年 我就成为了中国女足的主力门将 丽娜你从四月份到现在去了多这个地儿了 我们昨天去的是第十五所学校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001号球场 现在是一个回访 下个月马上又会去到喀什 那你觉得对你个人的这种改变是什么 我以前一直认为就是做慈善 其实只是单方面的给予 但是现在我真的投入到中间 我才发现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我的收获是比我的付出要更多的 因为你来了之后你能感受到很多孩子们对你的热情 今天完全感受到了 而且我因为退役了 所以其实我离球场很远 但是我就到了学校里面能跟孩子们一起踢球一起玩的时候 让我会觉得好像我离球场又没有那么远了 我会觉得得到了慰藉 还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女孩 她们会觉得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你这样的人 我们去到新疆喀什的时候有一个女孩 她们离开的时候拉着我的手 她跟我说丽娜姐姐你能不能不要走 然后我就跟她说对不起 我后面还有别的工作 我下次再来看你 然后那个小姑娘说 我如果现在好好踢球的话 我是不是过几年就可以和你一起在国家队比赛了 因为她很想你很喜欢你 她舍不得你 所以她会说出这种很童言无忌的话 但是对于她们来说 也许这是她们好好踢球 努力踢球的一个动力 上天我在酒店 然后我去拿外卖的时候 然后正好有人在那边check in 然后可能我去拿外卖的时候有一个男生 他就说你这么高 然后当时他们大家就开始在那边爆笑如雷 就那一瞬间我觉得 我好像又被冒犯到 我说我长得很高 我很好笑吗 然后我就会觉得没有必要 可能大家更多的人会不会觉得说 觉得你身高高是在冒犯 就可能大家会对于美 就对于丑或者对于胖 会有一个定义 就是不敢表达出来 会隐晦一些 我觉得你真的好有同理心 因为大家会羡慕我 所以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芥蒂 身高这个事 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点很想说 就比如说当我出去和男生合影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我会蹲下来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又经常会觉得 当我蹲下来和别人合影的时候 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有在不尊重他 就比如说他现在比你高 跟你合影 他蹲下来 你会 会觉得 建议 会建议吗 你们会更希望我站着跟你们合影吗 蹲下来感觉有多少有点受伤 对 所以是会有人觉得受伤 蹲下来受伤 对 我觉得有一次我特别想崩溃的时候 就是我们二宫舞台的时候 那其实另外两个姐姐的身高 就可能一米六左右吧 然后我就大概 就我这么高嘛 不管多高的姐姐 我就站在我身边都像一个 小朋友 我们有姐姐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丽娜 站在舞台上面 我们三个人能够看着协调一点 然后那一瞬间 对面的制作人老师是这样 你再给我们点时间 我们再想一想 就是 就我觉得 我觉得那一瞬间 我 好像有被戳到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好像是那个 很影响我们这个团队和谐了 然后呢 我可能需要对面的老师 去花更多的时间 去 因为我 去做更多的功课 然后去考虑更多的事情 然后我后来回到化妆间的时候 我就哇一下 我就崩溃大哭 你没想到是因为自己的身高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 在那一瞬间 我是敏感的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是可以和自己的身高和解的 可是就是那一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就哇一下 我就哭了 我说 我说 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我说我唱歌不好 我跳舞不好 我可以去练 可是我一米八八的身高 我不能把我腿砍了 我就 我这个是我真的 无能为力去改变的一件事情 现在欣赏的人会是 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 幽默 幽默 对 我想我特别喜欢有趣的人 我觉得你这个择偶条件放在第一 我给你点个赞 我跟你讲 找一个男生幽默 这个特别重要 你知道你的生活质量会很高 对 开心啊 成年人的快乐的成本越来越高了 所以当你生活中能够发现 和这个人待在一起 能够时常的让你感觉开心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现在让人觉得 应该是最珍贵的一件东西 我上了一线队之后呢 我就发现 我没有这么厉害 我是四号门五号门将 然后大姐姐的射门啊什么的 我都守不到 我找不到那个叫什么 自我认可的点 然后我又觉得 哇未来离我好遥远 我比赛 我连出去我都轮不到出去 没错 就只能在基地自己待着 然后那会儿我就觉得要不算了 咱们找个班上或者重新去读书吧 然后那会儿我妈就死活就不行 不同意 现在想起来 您的这个往前 往前推她这个是挺重要的啊 她现在刚退役 她的人生才刚开始 真的 但是呢 这事呢 您也别着急 我只能说丽娜不太好找 其实也没用 真的其实也没用 值得推荐 我自己在想 想托你 行 这压力很大 回去翻翻 我认识的男的靠谱的也不多 但是我会尽力的 叔叔您放心 这个推荐这事啊 我宁可不推荐 也不去推荐不靠谱的 你刚才没说完 你反对相亲吗 不反对 我不反对相亲 我认为的相亲就是交朋友 然后坐下来之后 我要感受一下 我喜不喜欢你这个人 那人家就是奔着相亲来的 不是来跟你交朋友的 就是谈恋爱来的呢 对啊 就是 那就坐着 我也得感受一下 我能不能喜欢这个人 如果不行的话 那也不行 那倒可以 你试过吗 没有 说的 说的是语言上的巨人 我听着觉得 我这相个十次八次 你没人给我介绍呀 今天我跟丽娜聊过 说我在体校长大的小孩 有的时候 就是到了叛逆期啊 小的时候会有一些 比如说 跟父母这样的对抗 他说他还曾经离家出走过 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突然之间长大了 因为我丽娜出走了三天 然后后来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妈头发 就一瞬间就白了 然后就那一瞬间 我就觉得 我好像做错事了 我说我再怎么样 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 去惩罚我自己的父母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我自己太可笑了 你是准备去哪儿 丽娜出走 没有 就去我朋友家住了三天 把我零花钱全花完了 没钱我就回来了 可是这三天 你们急坏了是吗 就我们打电话 他打电话 哎呦 找不到 那个时候我们急死了 其实最好的老师 不是去想 是你去经历 最大的帮助就是 你自己去面对那个 所谓困难的时候 面对这堵墙的时候 你只要亲自把它拆了 你才能够体验到 你的承重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